你好,政教論壇,喂,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5月12日 本來就說5月12日只是出兩套片 為什麼無端端會在星期五 5月12日出政教論壇呢? 因為其實我重新得救踏入第32年 即是你說你看下去我的樣子都不老喔 剛剛50歲過外 但原來我信了主都已經32年了 1991年的5月12日 待會我會重新說多次我得救見證之餘 其實都是最近很多人事的問題啊 那些你見我脫離星匯網啊 那些其實為什麼上帝會選擇 這個5月11日這個日子要我跟他決裂 是不是代表著5月12日 踏入去我信主的地 第30 踏入去第33年 即是今天是踏入去33年 萬向地33周年啊 那可能是今天 他想我乾淨一點也不行啊 那好 那我們一會兒再慢慢說吧 即是我說說不說說 看看我想說什麼 關於Adam的事情 我未必說太多 因為我覺得之前那兩部影片說了 那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都請大家訂閱啊 何志光有受必記的頻道啦 分享啦留言啦 讚好啦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呢 看一下有什麼片出 那我講一下得救見證啦 那我講一下得救見證啦 那我是 20 sorry啊 1991年的 5月12日就 經歷重生得救 那之前呢 有無道的情犯 甚至我以為我是基督徒 我以為啊 那但是我是 看不明新約的 很喜歡看舊約的故事這樣 那那時候就只有十幾歲啦 傻奸奸這樣 過到加拿大 那遇到很多開心不開心的事情這樣 那你因為 老爸老母說 喂 你在香港會考讀書差啊 那這樣 你去加拿大讀書啦 那只有我一個人去 啊 本來就跟那個姐姐一起去讀書的 我小姐姐大後一年 那但是 窮小姐不是太硬咬 太硬 就是怎樣的 談不完啦 或者有些矛盾啦 或者是 老爸老母可能有些錢 就經他 去法版去用 就用了我的名字 問家裡拿錢 那樣 我說哇 這樣很煩啊 那些錢又不是直接給我 就給了經理手用 你又黑扣 那後來 兩姐弟就分開了 他繼續在倫庫巴讀書 那我就去了 Edmonton了 那我 那我 和她 和我姐姐分開了 就是在不同城市讀書 那你看到我家裡 都有一些少少錢啊 就是 兩姐弟 可以同時間去外國讀書啊 那什麼都好啦 那最後拆開了之後 人情懶暖啊 什麼什麼什麼 經歷了一段的時候 嗯 我去到Edmonton 在1991年的1月 去到Edmonton的時候 是有人去探訪我 探訪我的時候 叫我認真些 去對自己的信仰 你說你信耶穌 喂 那你好像對一些新藥 又不懂 只是懂得看舊藥 那些故事 那你當我看小說而已嘛 是吧 當時那個探訪部 那位仁兄 甚至跟我看 是 那麽多前書的三章啊 他說 有些人得救 好像經過火一般啊 如果你是得救的話 你真是小心點的 就算得救 都好像經過火一般 又或者用我看呢 這個 希伯萊書的六章 他說 有些人呢 是 經歷過上帝的 但是呢 現在他是 他是 重釘耶穌於十字架 你是 嗯 近乎被詛咒 結局是焚燒 嘩 大哥 這個 希伯萊書六章 嘩 這樣跟我讀啊 就是有些恐嚇性啦 那我 被他這樣嚇一嚇呢 就是我都頂認真 去 去上教會 頂認真 聽下人家說什麼 啊 無論怎樣都好 聽聽下都會有些感動 這樣 那我感動的東西 就會覺得 啊 上帝都 都是愛我的啊 這樣 但是我 感覺到上帝愛我 但是我沒有什麼做厥治啊 啊 那在九一年的五月十二日去參加一個 我說 欸我以為我是基督徒嘛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重生得救啦 這樣 那我參加一個探訪部去傳福音的 不如我試一下去做一下傳福音吧 這樣 那 那我認為我是基督徒嘛 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得救嘛 但是不管啦 就是我 我傾向基督教啦 但是我以為我是基督徒啦 那我又不清楚啦 亂七八糟啦 但是在探訪部裏 我說 想著要參加傳福音的事情 我突然間 在探訪部吃吃飯的時候 我突然間 整 突然間有道力降下來 我哭到收不到聲 接著呢 他的探訪部吃完飯之後呢 他就叫 那些人去分享 那我又傻間間站出去分享 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哭 但是這一刻我又 我感覺到上帝愛我 就是我哭著嘴這樣說 接著我繼續哭的話 唯有去廁所啦 接著有個弟兄說 喂 你哭什麼呀 我說 我不知道我哭什麼 那 接著他說 是不是你覺得自己很多罪呀 我說 是啊 很多罪呀 但是 那個弟兄的邏輯性很強 比如說 你覺得自己很多罪呀 就認罪咯 我說 那我很多罪呀 認了 上帝會赦免嗎 那他教我背一句聖經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定會赦免我們的罪 使證我們一切不宜 就是 我不是一個假教徒 我不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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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是我 真的願意去反覆思想我信主那一刻發生什麼事 我是 那時候那位弟兄教我背一句聖經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不公義的 一定會赦免我們的罪 那 那個弟兄這樣講完之後 他說一定會赦免呀 好 好 我就信你 接著他就捉著我 要我祈禱的嘛 那我就說 我信上帝你會赦免我咯 就是我帶了個祈禱大約是這樣 那 祈禱了 那他又出聲說 我又說幾句 但是 不是很識奇 但是都祈禱了幾句 現在上帝我信你會赦免我咯 多謝你赦免我的罪 我祈禱了那個《腦》 就不流眼淚了 這個不流眼淚呢 代表著呢 我那一刻就得救 因為上帝的說話 我相信了進入了我的心 上帝的說話就是神而止的聲音 我要聽到入我的身 令到我得救的话 就是我肯信我就听到入心了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 他说神而止的声音听到入去的人 就会从死里复活 第一个死里复活是灵性的死里复活 那我现在将神而止的声音 信了进去 在我心里面 所以我得到那件心 我得救的那刻 就是1991年的5月12日 很清晰 有些人说你未必得救的 人家说你讲好色的东西 那我得救不代表我不会跌倒 那你和我一起做节目 如果你在晚说好色的东西 那我迫着就你咯 是吧 那你如果反正欧港说我说好色的东西 想污蔑我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就是我当你是朋友 你说好色的东西 我认两句 那你就拿来搞我 是吧 那你就搞咯 是吧 预了的 是吧 嗯 之后呢 在1992年的7月 就是我是参加同一间教会 是这个爱城华人宣导会 在Edmonton的城西 城西堂 其实他第一间宣导会的华人宣导会 就是在城西堂 那我参加城西堂 那 在城西堂里面 他搞了一个下令会 那在1992年 那我那次是我 第二次去下令会 我那时候很喜欢 在加拿大的时候 整天去些下令会 东令会 那样 但是在下令会的里面 请到温伟耀来讲道 那他就呼召我 去做传道人 那但是其实呢 那我那时候 喂 我在加拿大 又没进去 那什么呼召 什么召 痴妈根 那但是 就是 圣灵有个感动给我 那可次又是一个很大的感动 喂 温伟耀做过呼召 哇 我又不停 很流了眼泪 很激动 那跟我信主那刻 我像是一样 那 喂 那你都 你都 圣灵都感动我了 我又哭了 对不对 本来 温伟耀去 呼召 喂 喂 喂 你做全职侍奉啦 那我那时候想 喂 喂 我大哥 1992年 我19岁而已 大哥 我其实是 可怜生日就20岁 但我未生日就19岁 但我未生日就19岁 我19岁仔 U又未入 英文又差 做什么传道人啊 那但是我跟上帝说 喂 如果 呃 你是想我做传道人的 你的圣灵感动我啦 你的圣灵感动我啦 那就是圣灵 啤哩啤哩啤哩 感动我 但是上帝呢 没有说清楚 叫我做传道人 他在那一刻 要感动我而已 对不对 那他就感动我啦 但是那时候 我感动的力量太大 我跪了在地下 最后睡了在地下 但是我没有吵 但是我睡在地下那一刻 温偉耀在那里 我突然间睡在那里 旁边有人被鬼扶 大叫大哭 但是我在那一刻里面 呃 我的心突然间记得呢 高伦多前书十四章 有一句就是 神的灵事叫人安静 那一刻我突然间 记得回好一句圣经的时候 我知道我不是 被鬼扶的 睡在地下 而是圣灵感动 当时即场有一些教会的掌路 或者执事 替我按手驱鬼仇 驱不了 他跟我说 你没有 没有给鬼扶 即是呢 我 我 熟灵的经历是经历很多 都32年 即是我知道呢 我替上帝去说话 即是这个频道里面 我要替上帝说话 有些人 呃 跟我去合作 跟着 突然间 一个很 突然的情况之下 他侮辱我老母 我在这里不说错误了 他侮辱我老母 那我唯有就即场要走的了 但我想 做了两年 合作了两年啦 是不是 有什么这么大件事呢 是不是 你说一句 道歉就可以了 但他即场不道歉 可以 但是 我说 喂 那 那 事后我跟他说 喂 你不如 呃 大家 和平分手啦 但是他没有看WhatsApp啦 但是他就开始不断去炒大件事 所以呢 如果我要替上帝工作的时候 有人要想拆毁这个网台 拆毁这个频道啦 呃 当然他就直顾的啦 是吧 就是他侮辱我老母 激怒我 就是我没有首先攻击他 大家就算大声都好 我没有侮辱他任何东西的 突然间他 他直接 嚇我老母 就是他 真的想反面啦 是吧 事后 亦都刻意要 继续攻击我 但是呢 说真的 圣经的这个教组呢 就是 如果你要作上帝的仆人 那你是面对着很多困难 就是你说 哎 我又在这儿神圣化自己 那 呃 我想我 由day one 在这个台上讲圣经 我就已经神圣化了 我自己的了 但是什么都好啦 就是 呃 我 我不介意的 是吧 就是 如果被人攻击 我就看一下对方可以跌 对我怎么 是吧 我又不怕的 我没有做错任何东西 是吧 所以我就看一下咯 是吧 是吧 我 我知道呢 上帝在三十二年前 拯救了我 就是我不怕任何人 就是圣经里讲的 就是爱里没有惧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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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药行一书里面 就是我真的不怕 好 讲了就不行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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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